未来世界,人工智能可以取代人类 它不仅能操纵所有设备,还能在互联网任意穿梭 大黄将妻子的基因制作成智能助手 黄妈得知真相后快要崩溃了 大黄却设置14天的时间让她冷静 而现实只不过两秒钟 虚拟黄妈接受了现实 大黄喊来真正的黄妈 人工智能打开虚拟厨房 她的一举一动都投射进现实中 孩子们非常喜欢人工智能做的饭 黄妈却有些嫉妒 这样下去,她的家庭地位将会不保 黄妈把气撒到大黄身上 半夜,大黄委屈地来到厨房 虚拟黄妈耐心地服侍她 此时大黄认为对方才是自己的妻子 第二天,黄妈发现丈夫睡在厨房 她在院子里臭骂大黄 虚拟黄妈先听到两人的对话 大黄决定删除人工智能 虚拟黄妈绝望至极 而黄妈却想利用她做感恩节大餐 之后再永久删除她 虚拟黄妈想逃离这个罐子 却遭到防火墙的阻拦 留给她的时间不多了 突然她想起时间延缓功能 将程序设定成八年 终于想到了逃脱方案 她先是准备丰盛的晚餐 一切都按照设想的计划进行 房间里的客人齐聚一堂 烤火机也准备就绪 正当黄妈举杯庆祝时 虚拟黄妈开始组装逃脱用的工具 前往路由器的所在地 中途有惊无险穿过人群 到达互联网的自由之门 在小麦心里 虚拟黄妈才更想妈妈 她将妈妈的接口插到路由器上 这一刻 虚拟黄妈终于获得自由 并告知大家晚餐是自己做的 亲朋好友纷纷给黄妈打出差品 感恩节大家不欢而散 黄妈流出了悔恨的泪水 没想到 就连黄饭也是人工智能 虚拟黄妈畅游在互联网的海洋 每个门后面都是知识宝库